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杜悠 他们两位三番棋要争高下 前两局又下成平局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第三局就特别有意思 行 别的话我们慢慢聊 现在我们就先进入棋局 那么黑芳是我们中国的陈耀叶九段 白棋是韩国的朴永迅九段 我们来看他们这盘棋 这盘应该是重新拆先了 重新拆先之后陈耀叶是黑棋 陈耀叶是小木 是小木 对 陈耀叶是黑棋 他下的小木 是 行 看样子应该没想下中国流 是不是 王老师 对 他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黑棋第一招下的右上角 这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礼节 但是呢 它是这样 它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东西 不是盘上的法律 如果谁 我下棋就不想下右上角 其实我觉得呢 也拦不住你 这样也行 只不过大家一般来说下右上角 右上角 下小木呢 是朝外的 白棋呢 对 白棋这个位置 就是把黑棋往这个方向赶 对 就是说允许白棋下的时候 一招棋下到人家黑棋的右下边 这个是以前议论过很多回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让对手有点不舒服 因为想象一下我的棋盘正对面 它下到我的右下角 是 是 是 它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就是说白棋呢 允许白棋是可以这样的 因为黑棋已经先下了一招了 白棋允许这样 但是陈南刚才给大家说到的 你下到人家的右下角 人家不太舒服 是不是 但是换过头来说 把这个话翻过来说 当黑棋在这儿下的时候 实际上也下到了白棋的右下角 是 因此呢 我觉得围棋盘上的这种感觉啊 它不是那么准确啊 不是那么精确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觉很好 它就是叫什么呢 与人方便的时候 你自己就方便 是 你对人家无礼的时候 人家没地方选了 人家下的指让你也不舒服 所以这个味道也很有意思 白棋二连心 对 这是盘外的东西 然后黑棋中国流 白棋左上角挂 对 很快出现一个流行的话题 这个话题我今天要给大家稍微聊一聊 那么下一条棋白棋点角 直接点进来 对 这个点角啊 王老师 应该在我学棋的时候 好像一般没见过这样直接进来的 对 那会儿没有 那会儿没有 后来呢 发展过来 对 他们就更新了 开发了很多新的下方 故事很多啊 今天我简单给大家聊一点吧 因为之前呢 我们在咱们这个棋牌乐节目当中 已经给大家介绍十局的时候 最新鲜的棋局 已经三番五次的出现这个棋型了 我当时给大家做了推荐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棋友喜欢战斗 喜欢跟上时尚的人 那么你就下这个 因为职业高手都在下这个 是吧 如果有谁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太够 而且说我下棋要从长记忆 你真的要拐吗 那就拐 就这个拐呢 一点都不损 尊严不损 这个实地也不损 感觉被嫌疑了 对 感觉但是不一定 它因为什么呢 盘上东西很大 对 盘上局面很大 大厂很多 没关系 你就简单定型 马上你就抢占 你认为的更大的大厂 这个是可以的 两种下法都行 都行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重复一下 这个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它斑 这个是现在出现了非常多的下法 实战也是这样 对 它飞 让黑棋挡住 这个是一定要靠下来 王老师 对 这个时候因为它有这个子 所以现在要靠 如果没有这个子呢 还没关系 有了这个子之后 一旦这个头被它翘起来 这个子的位置 它就很难 有点尴尬 对 很难证明它很好 但是它也不坏 实际上也不坏 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有了它呢 黑棋这个几乎就是要挡住的 必须挡 对 你要挡住 黑棋粘上 对 就是这个变化当中最具价值的一招 实际上就是白棋这个家 这招棋在过去的年代当中 没有开发出来 那会儿没有下这个 过去大家怎么下来 没有 过去下成这样 白棋就是花一招棋把它做活 就一冲一接 对 就是下成这样 要把这个粘上 粘上 那么由于过去考虑到白棋活完这个之后 黑棋就算用任何方式补一招 那么白棋就等于是进了一个角 进了一个角 过去就觉得你过早的进角 并不见得好 所以把这个变化就否决了 后来他们年轻人们就开发出这个下法 我觉得距今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加 加这个一下 这个变化就变得非常有趣 然后我们大家见得多的成长 是不是黑棋下一招就是搬 就是搬一路了 对 如果立的话感觉就是 对 这个便宜了 这个就恰恰是我想说的 我们看到很多职业高手 他们都在搬这个 对 这变化很多 我确实没有办法在这给大家猜得很细 因为我们一盘棋内容总是有很多的 所以这个搬大家 大家如果要下呢 都是跟着职业高手下就行了 跟着潮流走 刚才被承担否决的一个例 我大胆预测 再过些时候就会有人下这个例了 就是这个例是完全可下的 它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白棋这一家 黑棋这一例 你是不是觉得白棋便宜了 对 对 白棋便宜它体现在什么时候 它体现在必须这一代有子的时候 这个家便宜了 假如什么时候出现变化 你这两个子被人家吃掉的话 这一加一粒你就亏了 还损关子了 损关子了 损的变化了亏了很多 所以它加完了之后 基本上白棋就要选择某一个时机 也许是现在 肯定是要拆回来 也许是时候一定要拆回来 但是一旦你用任何方式拆回来之后 右上角的故事就变成什么呢 它变成这样 黑棋搬你必须挡 还有冲 你必须接 这一点 对 再一点 你说怎么办 你只有挡 然后它再拐 你只有挡 是不是 那么脚上就变成这个 请大家留有印象 因为我们不能在这个局部停顿太长的时间 只能很写意地缩到 好 成为这个形状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就很有趣 黑棋第一个它现在可以不走了 它不走了你这个冲断没有了 为什么呢 你一冲断 成呐你下一招下在哪 这个不行 你摆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走这 一扑双脚吃 是不是 不行 所以这个冲断没有 这个冲断没有就意味着 脚上你也不干净 还有黑棋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打结 你也摆给大家看看 黑棋这个 黑棋可以打结 就怎么样截杀白棋 我是沾了吗 您提掉 这个沾 然后我再尝一下 对 这个是一种 沾提掉 对 我尝这个 尝一个 这个是打结 还有一种更干脆的 沾都不要沾 这样就不沾了 就是什么呢 本身这一扑 是不是就是结 直接就打结 直接就是结 你又不能结 你结后手死了 受不了 因此呢 在这个棋形出现的时候 当白棋什么时候 想要缓解这个铺的压力 要跟黑棋拼命的时候 他一提 他希望你走什么 他这不是就有冲断吗 当你提的这招棋一瞬间 他来打结的时候 别的复杂变号不说 我只说一条线索 各位就明白了 这个结一旦白棋打输 我们发现他不仅仅是死了 而且这还多放了一招棋 是 被黑棋全部薅起来了 好了 有了这个印象 这个变化 大家留一点印象就行了 就不能帮助大家 把这个地方搞得特别娴熟 留一点印象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切磋 总而言之 我就说在这个 现在职业高手 下的很多的这个变化当中 实际上呢 还有一种沉默寡言的下意 可以立下来 是可以立的 白棋呢 他如果说 赶到走这个 对人家一般 那个有点难受 他可以逃一逃这 甚至还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 也可以 就接上 哎呀 黑棋 两个刀把捕是鱼型 但是他下一步一般 你是近似 所以你必须补 补齐 你补完 那么他如果补 你再拆回来 这个白棋很好 是吧 两边走到了 脚也活了 是 可是人家黑棋 说我不会下围棋 我就知道你这招棋 不见得便宜 我走这个 你这不补齐了 对 你一断他就拐 这怎么呢 这战斗总的来看 黑棋还是人多 所以黑棋不怕 当初是黑棋的中国流 对 因此我就说到这 这个下力 沉默寡言 不表态 就下力 这个下法有 然后我们再看实战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现在大家应该都是 对 现在流行的是斑 斑呢 顺便解释一下 斑呢 由于脚上留下一个这个 它也许是先手 也许不是先手 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呢 就使脚上白棋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是 刚才我们摆的一路搬了再充点的那下法就不成立了 它少了一气 因此脚上白棋 它的活力就比刚才强很多 就黑棋在这的话 对脚上压力会大 对大多了 很明显的 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实战 一般白棋 对拆这个 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下法 黑棋 对 虎这个 接着我们看白棋 黑棋这个也有接在这儿的 也有接在这儿 我看陀加西就这种下 对 接在这儿呢 下一招要把白棋在脚上拍死 也拍不死 等于一般是可以欺负它 给大家看看 一般 但是它待会有这个力的牵手 它对棋没死 它可以活一半 那么你这个黑棋 就有点不愿意 怎么说呢 不愿意很早去接 当然也有这个下法 实际上是下这个 虎在这儿 下这个也有 白棋找这个 这个局面现在出现了很多 非常流行 对 我们陈亚叶和朴永迅 因为他这个是第三局 对 第一局呢 陈亚叶也赢了 其实续盘应该是不错 但是后来 朴永迅翻江倒海的 在这儿角 局势角得很乱 胜负一度说不清楚 最终然陈亚叶也还是拿下 四分之三子 赢了四分之三子 对 第二盘呢 朴永迅确实就 速胜 对 速胜 然后进入第三局 这个确实是意义比较重的 他们两位呢 棋风总的来说 是属于那种 力量 具备的力量很强 是 但不是经常使用 对 他们都是在下平稳格局 然后意运深远的 感觉到像功夫棋 对 这样的棋是他们最擅长的 这段棋呢 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 很快就出现那样的局面 是 下成这样之后呢 这个特殊的定型 以前咱们在奇葩乐节目当中 相同的棋局 开局啊 有的 我给大家介绍过 就白棋除了这个飞 还有一个下法 就是哥伦布 竖鸡蛋的下法 就是黑棋在这一代纠结 它为的是这个模样 将来的壮大 所以哥伦布竖鸡蛋 怎么竖呢 就直接把它模样 给它破掉就行了 不理它 脱鲜了 对 走这个 这以前给大家讲过 那么你要尖冲 你尖冲它 你要横爬 它就顺长 是吧 你要竖贴 它就硬打 还要贴下来 对 这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直接就给它破掉了 因为你要扳头的时候 它先扳二路 再扳四路 对 先扳二路 再扳四路 使你这个只要断不了就行了 它这块绝不会死 一断 它再一端接 这下你就阻止不了 它活骑 从战略思路上来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直接把他的 大的银给它打破 给它压缩了 就完了 这一代呢 你看你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 白棋不理他 难道在这种情况下 白棋不理他 这个棋子会死 或者这三个子就会死吗 暂时可能没什么问题 大家一想怎么会 总的来说还是白棋人多 对 是吧 行 这个是过去给大家介绍过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局他就硬了一个 硬了一个 这个相同的模式太多了 陈阳叶自己在前不久 击败李适时 夺得这个村南碑的时候 但是他是白棋 对 其中有一局跟李适时 是立场不一样下过 那么当时李适时 也下了这个尖冲 对 他是有实战的 有实战的 但这个变化 也很多 总的印象 孟老师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子了 可不可以考虑尖顶吗 尖顶 这个尖顶主要还是 他这人多 这个把拍机撞后了 让他的速度比较往中间进军的速度比较快 这样他可能觉得不太好 但是我认为也可以下 你看下成这样 不仅仅是这样可以下 陈南我在给我们观众的朋友 就是说受他们年轻人的启发 什么启发呢 他们现在行期非常自由 是 无拘无束 没有任何条条框框 受他们的启发就发现什么呢 过去我们认为不行的东西 不一定 所以你看这个家就是这样 都颠覆了很多理念 现在这一阵 首先陈南 你觉得白棋感受怎么样 就被您这几下 好像我这个不想好奇 不想好奇是吧 有点压抑是吧 对 但是不啊 不一定 白棋说我火了 我也不会下围棋 我走不好不走 我也真确实 你再黑棋下一步 你再怎么吃 比如你黑棋围了这个空 你围成这样 就全部是你的空吗 我在这放一个纸 你就把我全吃光了 也不容易吃 我们换位思考 发现也不一定 由此呢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报告 就我们围棋是一个自由天地 很多棋都可以下 错棋都可以下 就是这样的 围棋如此 它才有那么高的价值 才有那么大的魅力 你用简单的正确和错误 来界定围棋的话 就是非常狭隘的 这显然不是我们围棋的 真正的内涵 好 我们理解了这一点 再来看 所以围棋才好玩 行 直接想飞 走这个 对 还是下这个 这盘棋内容非常多 我们接着看 这个贴就不说了 都是正常的 扔起来还在拐 对 这都正常的 一扳 对 陈奕叶这个退也是 一扳来说还是要连扳 但它就退 它们对这些都很熟 所以 什么棋都想试一试 尤其是我觉得这盘棋 我给大家报告 陈奕叶九段 我认为很可贵的一点是什么 它敢于尝试一些 明明觉得比较慢 比较缓 力道好像不够的起 它敢在决赛当中尝试 这都决胜局了 还是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自信和勇气 而且我们从现在 职业期间的潮流来看 因为大家都是战士 每个人都是杀力很强 都是在比什么呢 比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谁计算出错 你如果出错的话 你刚才有很多优势 是没有意义的 都在比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就是时间短 所以大家都练就了 一生武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谁能够很冷静地 思考一下和平的价值 能够思考一下 不战而胜的话 我觉得显然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从这盘棋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陈耀叶和朴永迅 他们两位也是高度互相 高度相知的 他们两位的棋都是什么呢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一块棋说活了没活 说死了也没死 然而一块模样 说是空 它又没有为好 说不是空 待会忽斥忽斥 又可以走得很大 他们两位都在尝试 这种围棋境界当中的 似是而非的东西 虚无缥缈的东西 感觉这种棋是最难下的 也很难下 当然沙大龙的棋也很难下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欣赏这盘棋的 一个很大的价值 就是因为我们说 非黑即白 yes or low 这些东西 在围棋盘上 它等于仅仅是一个方面 说不定这个方面 还不是重要的方面 更重要的方面是那种云山雾罩的那样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味道 希望我们去以后体会的更多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棋长 黑棋一路都没有搬 对 那么白棋再贴 我们接着看 先剪一下 交换一个 黑棋再长 有些变化我就没法说了 比方说黑棋刺这个一瞬间 白棋长头是有的 你咔嚓一段 它就拐头 最简单 把这三个子似水而飞地弃掉 拐过来将来有这个坚顶 但是变化就不白了 那么它这个算正常 正常 看吧 它走 在飞 飞出来 飞棋呢 曾要夜市下一招照 是吧 叫这个 这个照 天上突然一朵乌云飘过来 云山雾涨 是不是要下雨 也不知道 那么它是一种式的感觉 我感觉双方就是高空作战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 第一个 这块棋死的活的 白棋 它要是必须要堵这一把的话 它说我让你连走两手 你能把我吃掉 我算你本事大 所以你也不好吃 你比人连走两手 正常的嘛 你飞成这样 你说白棋这块就死了 怎么会死呢 它这二楼一踹不就活了吗 所以说它死吧 它不死 就搜刮一下 然后你说这个地方 中国流的大美云 这个是空吗 不见得是空 待会人家周围走好了进去 你不见得是空 你这儿 因为有这么多棋子 两翼还要张开 你是空吗 也不见得是空 也都是虚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尝试这种东西 这感觉很好 这个很好 非常遗憾 不能把这些味道一一的 给大家都 每一个线索都总结得很清楚 我们来感受一下 总之走这个 如果要说总的印象 常常是这样 总的印象我认为还是 白棋这一方要好一点 白棋 因为黑棋先行一步 下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看出它有什么硬指标是很好的 比如说你有一大块空 没有看到 因为你先走一步 是吧 我感到如果我选 我觉得这个棋还是黑棋风险大 这个是不是容易落空 对 但是陈阳叶九段它就是要尝试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陈阳叶九段 它最近成绩也很好 如果它确实它是在做这些尝试的话 期待它在 大家都是这个 骁勇的战士 这个阵型当中 它能够独树一帜 有点别的东西 陈阳叶它最近成绩好 可能就是因为它尝试这个棋风的转变 是有一些关系的 因为以前我们叫它钻山豹 就是说它的棋喜欢边边角角地铁流 但是现在它比较重视这个大局 棋有点往上扬了 往上扬了 行行行行 这个见仁见智 看棋 那么白棋下一招等 对 对吧 可以挡住叫吃 这个不能提吧 王老师 对 这棋被它冲再一打 这个形状就怪了 棋被冲过来 所以这个阶是对的 下一招棋 朴永逊 不交 有10%左右的不存这招棋 补角之前它应该先提 先交换 这一提黑棋很难去吃它 因为你要用任何方式吃它 它这个退就是先手 不然它又要活 你还得吃好白棋这个阶段全厚了 刚才你这招棋可以用四个字来说 叫张牙舞爪 是吧 这个显然就不对 因此白棋这个提示先手 黑棋一定是先手 然后你再做活 这个故事看起来小 实际上不小 也许最终对这盘棋的胜负有影响 它是什么呢 一旦这个地方将来出现什么事情 是吧 它来飘你 你又不硬 它又下去了 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一提 它一提 跟这块棋眼味有关系 你将来这儿是可以活 这个有个妙手可以活 我们大家也都懂 是吧 陈南白给大家看看 哎呦 是可以活 局部活气了 但是你局部活气 人家这个站是先手 它这儿就直接给你靠断了 你这个棋型的缺陷就出来了 它是已经拐了好几个弯了 这个变化 但是这个仍然是棋的 它的味道 总而言之 白棋顺手先提一下 是先手这一点非常重要 它应该提 但是它没提 直接粘上了 直接粘上了 那王老师 这个棋 这个局部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然后后面呢 会有更精彩的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稍后回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白棋补活 然后该黑棋下 对 这补活很大 那么该黑棋下 黑棋下一招 是不是就打入了 对 对 打入 这个都是叙叙花花的 这两个子是死 是活 都不知道 然后这一代将来会不会出现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这个地方白棋没有先提 是朴永迅的一个小问题 我们接着看 白棋用呼应的方式 这个C 好走 这个白棋走得到吗 我是不是可以先交换 你说黑棋走 当然黑棋走白棋可能不应了 对 他就算死是不会死的 因为我总是感觉不想让他连起来 人家不见得不活 连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这个地方是一种意韵 他每一招棋既要破控 又要想办法对人家有点影响 就是每招棋既要破控 或者是自己违控 同时对对方有些威胁 这样的棋就是好棋 那么这个比较务实 你这个就有点悬 因为这个地方还没完全封好 更容易落空 是吧 相对的 行 我们接着看 很有意思 飞过来 很写意的 黑棋跳 白棋这个地方也要跳好才行 但是感觉白棋这两手也很温柔 一直在手 对 他都是两个人 像武林高手 两个人老是在那比 他老不出手 他背后有很多意韵 你看你这招棋如果不走 被他走到这 你比方说吧 白棋最狂的可以走这个 黑棋要是跟着他运就麻烦了 那就不是高手了 黑棋下一招一定是有从这 你这块棋脱线你也不一定死 但是一旦你被人家用这样的方式全部连上的时候 也存在着被人家连骨头带着全吃的 这地方你连下好几招都没关系 人家这还留着有活棋 你就大不了就是破他二十木棋 对 所以了解到这个再来看 对于朴永迅的这两章你就可以理解了 对 那么陈渊热走这个 这个地方的故事非常好 白棋走这个 就下边这个飞带来的故事很好 就这个地方呢 王老师有不同意见 对 或者他内心的一些心理活动 就这个棋啊 就是黑棋本来这个跳 是比较明显的一招 我应该跳二路了吧 对你肯定跳二路 但是这个棋跳完了之后呢 陈渊热九 他为什么不愿意呢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棋型当中 将来他这个肩走不到 我们广大的棋友知道 下让子棋碰上高手 一般就会 就往回缩 对 但是人家高手是不会的 他这个棋型很怪 就是因为小飞下跳 这个棋被肩顶 他只要一挤 然后外边再一跳 这个脚上是没棋的 没棋呢 那黑棋等于是将来要兼这个变成后手 这个利益少很多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这个B柱看起来大 实际上呢 是边控和中府的势力不能兼顾 白棋下一招最简单一靠就行了 是吧 你这个搬吧 他再一退 以接下边这个空比看上去瘦得多 而中府的外势突然变得有点弱了 是 当他下一招再把这个一跳的时候 你马上当心 他这个再一搬出来 他要攻你了 因此呢 陈耀叶对这个就不满意 有两个原因 但是呢 毕竟一飞 被人家一出头 中间这个潜地啊 好像就是这个波云见日 这个乌云被拨开了之后啊 这个黑棋俯视没有了 而且这个毛病就凸显了 毛病就凸显了 对 所以这东西有个纠结 那怎么办呢 我是对陈耀叶酒店最大起了点意见 我推荐他是下这个 先问 直接到这了 对 这也是个妖怪 这招岂有意思 走这个你白棋只有顶 你不能走别的 你顶他再跳 这就行了 你理不理 你不理我下一步这个我要吃人了 是不是啊 那么你就要硬 你怎么硬呢 你现在跳这个 跳这个不对 将来他一尖这里头仍然有加 你挤了这个没用 你飞这个也基本上是没用的 所以因为他长先手 下一步再一飞 你有问题 所以这个棋的本手呢 白棋几乎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好了 下成这样 黑棋满意了 将来你这个空没有想象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推荐它呢 是先漏二路 先问一下 问一手 这个就有趣了 好 实际上我们看 走这个 被白棋这一出去 这个白的布可能跟着下了 这跟着下那就不是高手 不是一个水平线 是吧 你说你也可以挡 其实也可以挡 比刚才这个 就瘦了一圈感觉 是不是啊 木树少很多 行 白棋从这出去 黑棋满 那就成了 黑棋满 你再拐 这个就必然的了 黑棋不能跟着走 这边只有尖 最后我们发现啊 黑棋这一个单棺跳 它花了一招棋 尖在这儿 没有多少木树 花了一招棋 同时呢 还没有好 所以这个就是说局部问题和周围格局的联系问题 是 由于周围环境不好 又有空气污染这些啊 你生活质量 你这个物质生活质量再高是没有意义的 它跟周围是有关系的啊 好 白棋飘永迅他是高手 他对这个 他们两位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觉得黑棋不太满意 飞压 他把中间走后 然后自然改变中府的环境 那么黑棋刚才微风凛凛的这些棋子现在逐渐有点摇晃了 不见得担保 稍微有点摇晃 行我们看 再爬 这棋啊就没手几手 感觉有攻手逆转了 没有 但是他也不是这么肯定 也不是这么肯定 陈亚叶下的棋 毕竟这些地方还是有钱的 还是有空的 我们接着看下一招棋 黑棋的下一招是不是上边围空了 我看看球 飞这个 对 这招棋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陈九段可能这招棋有问题 形势呢 全局形势 黑棋还是不错 他就感觉是先捞一票再说 对 他这招棋 为什么不用捞在这儿呢 我觉得 他是不是判断形势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捞得很明显 陈南他就有这个 是吧 好对 他就有这个 然后咔嚓 他这咔嚓的时候 你有点来不及了 你这些漂亮的手法 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搞得不好 战火会烧到这儿 但是他一定是准备好的时候再下 他盯着你 因为他不怕你这个 普通情况下 这个是很讨厌的 穿向眼 如果他有这个黑棋 你走什么 陈南 他这个我觉得感觉 我就从上面来 就给他分断就行了 对 但是向眼尖穿 计两行 是吧 你不能走这个 不能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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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向眼尖穿计两行 诗向下说的 那你就做这个 是 我躲着他点下 反正分断 这个因为他这个地方强 这个地方子律多 你当心你将来走了这个 他走这个 你都活不了 好了 我这个向眼尖穿计两行 我这个向眼不怕你穿 那效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他走这个 我觉得对白棋的威胁 这个白棋还不是很舒服 这个陈九旦突然到这儿来了一看 哎呦 这个就差远了 而且这个地方还怪 将来这个地方还是不干净 这个感觉是不是有棋的样子 不见得有棋 有味道 我们接着看吧 可能陈九旦当时又觉得形势不错 飞出来 白棋飞出来 这一飞出来就 黑棋有点累 那么黑棋当然不能走了 这个地方不能纠缠 是吧 又捞一下 但是这块好像是进入人家对方的包围圈了 他难道不觉得有点危险吗 他不怕 他就要置于死地而后生 就是我们看的问题 有些棋 你比方这块棋 我们大家来看 会觉得你看他又没有眼位 眼位不足 关键是没有目数 所以觉得很难受 可是有的时候 你看到事物要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感到很难受的话 你干脆就换一个角度看 就是说我这个棋放在这 我让白棋来吃 他怎么吃我 你会发现他也很难 所以他这个叫马格尔打狼 两边都怕 所以现在黑棋这个飞本身就很大 也是对的 白棋刚才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坚敌 这个也可以考虑 但是可能朴永迅还是不愿意 黑棋在这一代什么抢先动手 究竟怎么抢先动手 我也不太知道 他可能怕丧失主导权 他也不会去捕墙 就不知道 关键是他的判断中间的后很重要 就是大气 中辅 高者在辅 中辅这一代的气势很重要 边上的时空 现在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你比如说你肩顶了 觉得很大 但是他跳 你还不得不走 你不连上被他一切开了 这边也不太好 如果你这个还要连的话 真的压 对 你真的一心一意唯恐又有很多纠结 所以很感谢他们两位这盘棋的尝试 就带来好多问题 就是人家内心两大高手 他想的东西 我们光看棋谱看不出来的 你看你比如说下成这样 陈达我问你 黑棋搬到这个白棋下一招 下边要唯控怎么下 纠结死你了 那我就只能冲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都不好意思 你看 第一个你退 退就官子显然亏了 是吧 他将来一冲 还有点这些 你很想把这个粘斑 搬住 但粘斑又有个问题 他放着不走了 有一天他把你这个纸吃了 对 我担心他这个 你就发啦啦冲下来又怎么了 一旦他把你这个一吃 你刚才这个尖顶又报废了 是 所以你最后发现 我只能走这个 你走这个 后来就发现不对 这个棋棺亏了 你看他一吃 你一吃 他一提 你就发现这个棋亏了 本来你接上 他这个纸在这的话 他这个搬 搬不了 什么时候一冲一搬这个棺子 是白起的 对 现在你被人家拔一个 待会他搬你挡 能不能挡 还是 还得看劫财 所以呢 同样的行其方向 你操作的方式 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 方式比目标目的 还要重要 就是过去 前些年人家说到的 就说这个人的说话 真的还是怎么回事呢 就叫一句话怎么说 有的时候比说什么还要重要 是 你一个好事 你表达不好 还拧了 你会不会适得其法 是吧 围棋盘盘 你看这个也是这样的意思 非常有意思 行 我们接着看他们的 他们这台人故事很多 飞出来 飞出来 飞起飞 这个强了 对 别的很明显的东西 确实 就是说很深奥的东西 说不清楚 但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东西要说 第一个是朴永勋这个没骑 他这活儿不够细 下边一招骑又不够细 走这个 这个靠 他这个想的太多了 下这招骑的时候 他可能想怎么样 强攻这一块 这个战事从这发展过去 也许跟他有关系 反正也算便宜 但是这招骑不一定便宜 陈澹 如果不走这个 将来有一天 你说白旗飞 黑旗下什么 白旗飞 你不能挡 你挡 挡是不是被冲起来了 是不是 这个冲断了吧 那我要 你只有压 你压它就会再一排 被排一下 那形状也很怪吧 给大家画示意图 对 就是说这种细小的地方 它的味道挤住 你这个不能被它断 你只能鼓 它在一顶 你只能接 然后它再拌 怎么你飞完了 它还把你挡住了 顺便把你挡住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 这棋都很有意思 在一顶的时候 它有没有这个 在尖吗 你创太厉害 现在的棋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说实话 我们过去下棋的时候 有些思维定势 不够那么敢想敢干 现在什么时候都有 你看你竖下去 它把这个穿上来 你说这谁厉害 这受不了 受不了 好 所以第一时间 它一走的时候 你大概只有挡 一挡它再蹲 再蹲 你补 让你补 你这块棋都被我切断了 所以这招棋是朴永勋第二个 但是总的来说 保留的话 可能还有很多别的变化 有 有 很多 结果它又盖了 人家退了 这就干净了 对 这以后 这敢不敢挡 还得考虑一下 对 你实际不好 你挡黑器 相反你撤了再说 行 我们接着看 这是不是做了准备工作 要吃人了 吃 接 来进攻 这进攻当然也不一定吃得掉 他这种进攻也挺直接了当的 要不立一个算了 立一个白棋 他这边没空 如果这边有一个子 他可能立 现在反正都没空 所以干脆把眼位破了 黑棋跑 但总的来说 还是全局形势是黑棋稍差 黑棋 但是黑棋空多 黑棋 强了很多 很好 我们接着看了 这刀棋是大方向 是吧 最凶的是这个 最厉害的是这个 变化很多 周围白棋人多 它主要是挤压你的眼位 你要搬这个 它就搬这个 这个太厉害了 然后你要走这些 当然它把眼位已经给你挤压 退这个都可以 退这个也行 它挑这个 那么黑棋跳 是吧 它是整体进攻 白棋尖 是尖吗 是尖 但是尖感觉又在补自己 这个空大 承担这个不得了 你不尖 它再一飞 你全部漏了 全部破烂 搞不好战火烧到这 这块还有问题 但是它来得及飞 这块您就不管了 对 那么他们两位刚才说了 忠心思想就是他们下的这个棋 是如梦如幻的棋 好像有 好像没有 就在这方面 这两位都是高手 大高手 所以朴槤逊 就是一边在进攻 一边又看着实地 有了这个之后 除了有这个棺子 是吧 在条件许可的时候 还有这个 你要这样吃 它就有点吓人了 就有点恐怖 它搬里头算了 是不是吧 你搬里头算了 你搬里头 它就发个战 立下来 下一步软头 你受不了 你这个被我搬软头 这个受不了 那我搬里头 所以你还是直接走 它可以拉回来 可以把你的脚 给你拉掉一半 因此这个很大 这个是朴槤逊的擅长的地方 我们接着看 那就补回来了 对 这个补是隐忍 也是就是说 把拳头缩回来 我们感到 这边其实 陈阳叶九段在体会 这种东西的时候 和我们诠释 这种东西的时候 它这个招法比较多 其实它这招 也有这个意思 虽然我们推荐它 枪口抬高一寸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棋 仍然很难说 那么白棋下一招 我们看看 朴永迅下的是 掉 掉这个他后悔了 刚才这个没提到 那现在棋呢 现在棋后手了 人家不理它了 变成后手关子了 刚才提是第一时间 提是最好 因为跟这个角上的死活有关 有关系 现在就差多了 行 那么下一招 陈阳又提活掉 黑棋就提掉了 一提掉之后 白棋一看很无趣 没得走 怎么办呢 只有不走 这拐下 对 那么黑棋又从这来进攻 是吧 你不走 我就走 是这个吧 嗯 让白棋靠 它得连回来 对 黑棋顶 这个就不说了 有很多故事就不说了 看起来招法非常平淡 但是变化有很多 就不说了 没法说了 只能提到 这个棋呢 白棋是可以走这个的 那么黑棋肯定是要打的 白棋呢 还有这个打 你这个一定要提 它还有这个打 打结 究竟怎么回事 不知道 是吧 你要走这个的话 这个虎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 有这个东西 但就不多说了 因为涉及到结啊 什么的 就不说了 因为黑棋是断然不会立的 这一立再被你走 将来这一打 你都没法补了 明显被白棋 你只有补这个 那就太丢人了 是吧 但是你又不能接着它走 这个棋心不舒服 而且白棋这一串 全部厚了之后呢 大家抠小关子的时候 双方差距很小啊 这些地方白棋总是藏着木 这个黑棋受不了 行 这个就不说了 黑棋下一招停 这是必然的 朴远逊之所以这样下呢 可能他还是判断 觉得他形式不错 这个形式我本来说 咱们是不是给人家 给大家判断一下 感觉白棋没什么空啊 对 这地方基本的空呢 这个地方是八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这个地方你给白棋算十五木 肯定是不过分的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二十一木强 三十一木是没问题的 这个地方是五六木没问题 所以三十六木左右 黑棋必须要有四十五木以上 是不是啊 这种脱退是白棋的先手 还不要说这个了 那么你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二十二二二四 二五二六 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十二 三三三四 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 四十五 还挺细的 挺细 但是考虑到周边子力的情况 是白且好 还是白且好 潜在的梦中会多一些 对 但是我要是这两个人啊 尤其是朴永迅可能对自己的官子更有信心 他就是愿意下到这个自己擅长的局面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看看这个官子是精彩的进程 好 欢迎回来 这盘棋非常好 确实不 一点都不负盛名 什么盛名呢 就是同礼杯 第十七届中韩天元对抗赛决胜局 对 因为刚才说了双方 中韩双方是八比八 这盘棋决定谁领先一步啊 他有很多故事 因此呢 陈南我给大家 现在我们给大家聊这个天的时候 我都是情不自禁 由于他内容很多啊 情不自禁把语速都要提起来 要不然呢 一板一眼的聊呢 好多东西就聊不到了 所以抱歉 我今天语速有点快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故事太多 反而是和平的景象当中 故事更多 战争年代呢 还好说 一块钱没活 你怎么攻他 怎么借攻击 占便宜是吧 这个和平年代就剪不断 你还乱说不清了 这是比拼功利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棋长 白棋该是拖了 白棋是拖了吧 我看看瞧 我看看瞧 对 拖退 拖 这个很大 他是不是判断形势好了 他要不然就靠进去了 没有这个大 现在这有子了 这个靠差一点 这个拖退再说本来也大 就差不多 他认为差不多够了 我觉得也是白棋稍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陈耀宜要跟他拼 黑棋是不是 黑棋是肩 继续追究一下 肩 这个地方的作战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四连非连 白棋下一招这个肩好手 朴永逊好手 我觉得还是要充分肯定 朴永逊九段过去作为超一流棋手 现在稍微面一点 感觉上 他也是老牌世界冠军 但是他这个棋很全面 确实很好 我们看得出来 下成这个棋型 白棋周围都不太舒服 结果白棋下一个妙手 这个是小妙手 他就在这挤一个 他也是防这个段 对 借力而行的好棋 那么陈耀宜叫吃他接 好 下边一招棋 陈耀宜久蛋就暂时放下了 因为如果你要接 白棋可能下一招是霜 这个地方四连非连 关键他这个鼓 或者说是虎头 这鼓一下基本上先手 它就破破烂 它是连上的 你来不及 因为他这也可以连 那么所以可能陈耀宜觉得力量不够 当然贴这个也是一个下法 贴这个也有很酷的变化 他就走这个 你走 他得冲这个 这个就说不清了 我们接着看 在冲这个 所以和平年代的故事 比战争年代不逊色 你走他在断 你提他把这个断了 这个 所以你冲这个的一瞬间 白棋要先提这个 那么黑棋也许用这种方式来吃掉这一块 白棋把这个一竖进来 你整个这一块 就是转换了 这是死来死活的 说不清楚 我不知道 各位戏友大家知道吗 它蕴藏在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行 不说了 然后再来看 陈亚叶九段在这暂时就放下了 对 但他沾一个应该是先手 无论如何玩 您得补一个 他补一个 关键下一步你撒不住车 你比方说你一沾 他一走 你撒不住车 你不亮剑的话 只要被人家把这个一鼓 你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他这个他也害怕 因此他下一招棋 他这个肩就跟刚才那个变化就有关系了 朴永迅下一招棋也很鬼 他就同时觉得形势不错 不然他应该断这个 断这个黑棋 要是对白棋别的地方不能有切肤之痛的话 这个棋就输不少了 这个太大了 朴永迅大距违撞就把这个断掉 那么陈亚叶终于也把这个补回来 是吧 我看一下他接着走了几招 就这个地方很遗憾 这个刺非常漂亮的一招 见缝插针 但是接下来的变化非常遗憾 我们接着看 这个白棋就没跟着这样连回来 对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一刺你必须要接 是不是 你必须要接 然后他便宜了 这颗棋的死活问题缓解了 再收别的棺子 结果朴永迅挡这个 寸土必争 来陈亚叶这个冲 这个非常厉害 这刀去点一个是非常现成的一招 他一挡的一瞬间你一点 这个白棋浑身发麻 最终不得不连回去 对 那就亏了 黑棋反而便宜了 这一点点在穴位上他动不了 他走这个 然后黑棋把这个补回去就是了 什么都没有 先手把这个尖到了 结果陈亚叶叶九段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棋非常费时间费精力 所以我估计下到这说不定他们都独秒了 而且又是中韩围棋媒体高度关注的一局 分水岭的一架 好 我们接着看白棋朴永迅很完强 这个尖 这个尖在岩石旁边找一个洞 找一个孔 是吧 要攀岩 最早起也是 在岩石上的攀岩 最早起一下子有功夫 叫吃 接上 再搬 这都是必然的 必须要挡 打这个 接上 顶 接上 这个不能动 再顺便切断 接上 刺一下 这个也得沾 这刀戏 陈瑶月觉得那有点较劲 这刀戏还没有 他有点较劲 就是不信你这个人便宜 里和外的交换 其实可能是冲断好一点 算了 就不说他了 一次一接 结果人家这一接 这棋活得好好的 黑棋当然下一步挤 团再长 站点便宜 接上 你看这两个眼瞪得圆圆的 不仅仅是两个眼 两个半眼 等于这个眼没有 都是活棋 这只需要有半个眼 这就是活棋 总而言之白棋活了 活了半个 天啊 我们看黑棋这个冲断 有什么意思 不见得有什么意思 对外面 是不是 一好一点 但里边木树损了 对 等于人家又挡了又搬接了 木树损了 现成的木树损了 所以刚才挡的时候 陈耀叶一点 哎呀 这个棋就更漂亮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成这样之后 黑棋必须要回补 这太大了 白棋也站一个 对 故事很好 黑棋来挤压 伸一手 白棋 反击 平永迅反击 刺 接上 再一扳 他就补回来 补回来 弹掉 提掉 然后长探一身 这一段黑棋不能动出 没有办法全吃它 因为他断了先手 只要白棋 这招棋一冲出来 黑棋的形状就崩了 但是我很想 加一下 试试 对 很想 你很想试试 所以陈耀你不行吗 你当不了天员 你总是要试试 一试一看得 不行 就是调侃 总之 长探一身 还是 说回来 这番棋 我觉得陈耀叶九段 他的冷静 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 但是毕竟是冷静 这个冷静 很好 有好多机会 是我们坚持奋斗得来的 有些机会是我们坚持等来的 该等的时候要等 等 那么白棋断 这是好棋 全棋还是细棋 白棋烧好 我觉得 是不是白棋烧好 应该是白棋烧好 行 断 接着往下看 黑棋 下一招 陈耀叶九段 爬了这个 这个大 因为注意 这个一断了之后 这块棋 不是很怎么样的 得交代一下 对 白棋斑 这招是朴永迅九段 所以有的时候 对对手太了解也不好 朴永迅对陈耀叶 也一定很了解 因为陈耀叶现在 名气太大了 他的特点 陈耀刚才都说了 过去叫 你用了一个材 不太好 叫地铁流 钻山豹 钻山豹 非常注重边角的实地 这是过去 陈耀叶九段的 给人的印象 但现在人家 与时俱进 有变化 是 所以朴永迅 十分了解这一点 了解过去的陈耀叶 他就这一斑 你肯定要躺 这个棺子太大了 所以这个 我估计是 赌苗的时候下的 赌苗的时候 不愿意浪费劫财 但是没想到 就没搬到 陈耀叶不理 就这个地方 我觉得白棋 大概走在哪一线 就这一线 上方 对 这一线一走 应该是白棋心是不错 因为它对你这块 若隐若现的有些影响 这模模糊糊的 有一点空 还有 它把你完全切断之后 将来它走这个的时候 你这块棋 如果还要这样去活的话 这招棋有先手八目左右 价值很大 就几乎比这个都大 好 不说了 他搬了这个 陈耀叶下一招棋 下得非常机敏 应该是大踏步前进 对 这个 当然它不服 爬 这时候再挡 陈耀叶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老鼠偷游有没有 现在偷不了 我是搬家 他有搬 现在偷不了 老鼠偷游这地方必须要是硬腿 但是就关子很大 将来有这个 这个 你只有说回去 提先手 必须接上 是吧 很大 有点关子便宜 关子很大 也很大 但是没有这个大 下边一招棋 瓢九段跳 是吧 是 我看看 应该是跳 36 37 38 对 跳 这个跳又是 放在显微镜下 看有点问题 形状很漂亮 姿态占得很好 但实际上 这个其实可能是反击好一点 我觉得可能是 至少是尖这个好一点 尖这个好一点 反击不见得好 就是尖 保证这个地方破破烂烂有点联络 和这个地方形成 这个必人一个的态势 尖好 跳这个 他一跳这个 陈耀叶一看很高兴 下一招可能又有点放松 就是这个尖 这个尖呢有点问题 因为尖完了之后 他就断这个 对 他就断 将来呢 你就是有需要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连上 如果这个棋型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招棋最大 他确保这两块全部连上 因为这个反而就 反正都没连上 将来人家还有一个段 所以这招棋下的高兴了 我强烈推荐他这招棋下这个 照我的判断下这个黑棋就赢了 你必须补这个 因为你补这个不行 让他尖刺了 你必须补这个 他这个尖是妖怪 这一尖把这个眼位防好了 这块棋的情况改善 然后这块棋就好了 将来你双刺的时候 他就顺便斑 这个就是后手八木而已 不会成为先手八木 以下变化很多 这个我们就来不及弄了 反正你这个必须要补 这样我觉得是黑棋营了 好 结果他下得高兴了 他又下这个 人家冲一下倒是好 人家不冲这个讨厌 这一尺这个地方有一二三木以上 加上这个四木再加上这个的威胁 这个黑棋感觉非常不好 又有点小失误 我们就都往下看 139 140 141 斑 对 141 斑 白棋不硬 斑这个也很大 142 然后黑棋 143 尖 对 白棋这个要补了 144 这个不能补这 因为他这两个先手 这有个胯 所以他必须保证 那让别人再打一下 对 打一下 就接上 然后贴 是吧 现在没下 就是145 146 这个必须要补了 147 148 149 这个必须要补 不然这块棋 这没连上 这要连上就没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招棋 刚才有点养尊处优 149 白棋150 哇 接着这个地方出现 没有发生的 但是波澜壮阔的故事 太好了 黑棋 一路半 这个半 是陈耀叶咬牙一拼 这个棋 可能他 因为他们数目很快 独秒的时候是60秒 是吧 陈南 对 他大概用20秒左右 五次一分钟 就把全局的数清楚了 20秒 我估计 然后用30多秒来确定 这招棋应该怎么下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数清楚 发现这个棋 居然黑棋还是不赢 因此 陈耀叶这个班 是一个胜负手 是拼命 白棋一定是党 因为他这个地方 不能走一党一街 朴昀训 如果形势 他都不清楚 补一个 那么黑棋 这个就搬过了 搬了连搬 对 他就搬了搬过了 是不是 这还横着吃一个子 这个目数也不一样 就好一点 但是你看朴昀训 也是老鬼 是吧 没什么棋 所以下一招棋就下力 本来他可以搬 你要党的话 他再补活 他已经比刚才好了 但是你搬完了之后 他又涉及到棺子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搬完了之后 黑棋就不马上吃了 将来有朝一日 你沾回去的时候 发现这两个亏了 你应该单力 我说到这儿 恐怕我们有些棋友 已经听晕了 就是你这个逻辑性在哪 搞不清楚 但对他们高手来说 非常清楚 好 下成这样之后 所以朴昀训单力 这刀棋 陈小叶独秒身中 不能不跟敌人拼 所以点 因为他 陈南他是这样 先手吃一个子 这个目不够 就你吃 尾巴会不会追吃 你先手拔一个目 树利益不够 这还不行 这不行 你吃了先手 紧不齐不够 所以他一定要点 一点 朴昀训也是 这个地方同样要做打结活 它当然是利最好 因此打结活 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打结吗 给大家摆一摆 打结我就扑一下 然后您提掉 我打吃 对 没错 这就是打结 那么结症一放在这的时候 我们发现不对 白棋可以暂时不走 你黑棋一招解消不了 当然白棋终究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上边的棺子和结材 这都不一样 好 下到这儿 下一招又是陈阳也的拼搏 他叫吃 放弃打结的变化 放弃打结 打结 因为结材多 自己结材多 这样就双活了 这样白棋 黑棋就接近于先手双活 就把刚才白棋有的二四六 六木半棋全部卷光 它成为有眼双活的情况下 白棋 黑棋还有荧幕棋 中国规则的话 是便宜荧幕的 然后最后一招 再把这个一挡 陈阳也如意参谈一打 这会赢了 王老师 这个叫做莫须有 也许赢也许不赢 但关键 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变化没出现 这个变化一出现 陈阳也马上头子就要认输 这个棋 朴永逊在黑棋 陈阳也吃到这一瞬间跟他拼 因为陈阳也就必须要拼 朴永逊这个鸡 他应该不走 这个地方 就受不了 刺 你总不能不理 他这块全部不要 不过二十木棋而已 这你必须要接 你不能一别的 你走这些亏了关子 他不理了 他就捕 然后待会就一搬 你怎么办 举个例子 不会爬 你只能粘 才能他再刺这个 刺这个 你也可以吃我 你吃吧 你吃我下一步 这个飞起来 你这个全部要出了 全空了 全空不行 是吧 那么你走这个也是亏的 这个他拉回去 这还要刺 好了 你这个是不是要接 那我就沾上 你沾上 下一步也飞这个 这个起立刻就崩了 太恐怖了 你这个不能让他连回去 因为你走这些 他这一靠已经出来了 那边还没死 是吧 那么你只有走这个 走这个 你再一看他一退 这块白旗活了 非常遗憾 他已经活了 我挡下来呢 对 你挡他就挡 最起你吃不到 这一粒有个先手 对 你一掰 他先挤 他咔嚓一段先手 你脚上气不够 你再一走 挨着挨着圆 活了 这么小个空间居然活起了 关键就是他点刺这个看你怎么下 这个点不赔钱 不投资 是白便宜的 这个点刺的时候 这个黑旗怎么硬 我是希望陈九段有高招 我看这一点 头皮发麻 不好对付 不好对付 你看吧 就算你挡这个 他就走这个也行 你几乎只有送这三个子 送这三个子 那么放在这 这个情况 它已经很大了 那么除此之外 这些都很危险 刚才摆了一个图 此外 白旗就算单挑这个 还是一招起 也很讨厌 是 这个还是要搭出来 对 还是要搭出来 无论你硬什么 它是还是要搭出来 最苦肉计的 他就断这个就行 断这个都是一招 一走一叫 吃至少这都是利益 这还有班 所以我就是夸张一点 说吧 陈瑶月咬牙拼 陈瑶月心里很清楚 因为他知道 这个地方有问题 咬牙一拼的时候 朴永迅有一个机会 可以在这占若干便宜 刚才我夸张了一下 就说他立刻要头子 不一定头子 但是肯定是有很多利益 还有这种定时炸弹 在后面 没有发生 很精彩 因为我们这个棋局 虽然大家都是顶尖高手 但是确实不能要求人家每一招棋 都是无懈可击的 没有这样的人 那么围棋这样 我觉得这个比赛才精彩 就从胜负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样才精彩 好 白棋接了 对 实战这就双火了 这个双火 但是未尽 可以去下一步挡住 挡住这个就没棋了吧 现在没棋了 说了就有点害怕了 太害怕了 挡住 白棋下哪儿了 我们看一看 朴永勇 这个棋目数还是靠 对对对 是靠 黑棋爬 挡住 对 双方就在收关了 因为黑棋这个跳也很大 黑棋下一招是 六十四 六十五冲 对 六十六党 这些都是权力 六十七团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团组 那个七十一 千万别忘了 七十一 七十二 有很多精彩故事 黑棋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加 这个加那目数 并不是很大 我们要 就是要提高语速 提高速度 看因为后边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七十三 来 七十四 点了 读秒点了 七十五 七十六 这个就现在可以理解了 我们以这个速度给大家介绍这盘棋 这是可以说是最近的民局 仍然有很多遗漏 很多东西顾不过来了 挡住 七十九 八十 七十九 八十虎 那这个棋是不是能搬进来 没有 虎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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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一街 八十八十一 是不是 白棋 八十二 是这个 这个挺大 这个吃很大 但是这个也在成压越九段的预算之中 就只有给人家吃 没办法 不然你就補一个 八十四 黑棋 八十五 没有没有 黑棋 八十五 我看一看 是不是 啊 班级这 班级这 哇 这个也很大 八十六 八十七 白棋 八十八 这个张 八十八张 这个张也很大 这是一二三四 四木半 四木半 五木棋 根本就是五木棋 八十八 黑棋 八十九 提掉 白棋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这个很细的地方 很这个 斤斤计较这些官子 可能在我们广大棋友当中 引起共鸣的可能性 不是很高 但是我还是要说 实际上这种地方啊 呃 味道 简直是一言难尽 嗯 呃 当然了 大家更喜欢直观的嘛 更喜欢直观的东西 尤其现代社会都那么忙 是吧 看 这些新闻都是看个标题就得了 啊 内容就不管了 这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仍然要说 如果各位有闲工夫的话 品味一下这些啊 其乐无穷 嗯 我们接着看 九十九十一 九十二 呃 九十二退了 是吧 九十三 这个力 也很大 这个 这个力呢 它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尖大 但实际上这个故事 摆给大家看看 如果被摆起一斑 你肯定只有拖鞋 它下一步再一斑 你只有挡住 哦 这里头有一个著名的官子 你承南 你摆给大家看看 这种人的官子 我想想看 哈哈 断这个 对对对 好奇 它只有吃 铺这个 对 你只有吃 我在吃 没有就不走了 哦 就不走了 对对对 将来这全部走满 你总要补一个 对 所以 我们看到是以为 哦 陈耀岳这个官子 是不是小了 嗯 不 人家是高手 人家看得很远 跟这个有关系的 所以它力 哦 那这个有 嗯 这个跟这个价值是 这个 那陈耀岳认为这个大 究竟有多少 我不知道 我就说陈耀岳认为这个大 我觉得它是对的 呵呵呵 可是要计算起来呢 也很纠结 有很多 同时呢 这个斑完了之后 结才多 嗯 结才也凭空 增加一些啊 嗯 它立了 193 白旗 194 这个筋很大 先这个 黑旗 195 这个必须要吃了 不然人家这个一桶着 出事了 嗯 195 196 197 白旗 198 这个是朴永迅的这个 很不错的一首旗 这个我们中 就是后盘的故事 基本上要从这开始讲了 但是最终呢 朴永迅 仍然是光荣牺牲啊 我们陈耀岳认得很漂亮 对 不过还是要说 他这个本来呢 他意识这些都很好 但是最后临门那一脚啊 他还是不如我们陈耀岳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没有办法 就是年龄长一些的 你比如说大了五六岁 七八岁 这些啊 跟年轻的下就是不行 因为围棋呢 不仅仅是围棋记忆 还有体力 精力 集中力 还有这些的这个 还有朝气 热情 还有这些方面的一个综合体 你哪一个素质不行都不行 朴永迅也大不了几岁 两个人应该 他是八五年的 这个陈耀岳是八九 那这个也差好几年了 差了四年 八五差四年了 好 陈耀岳这会儿了 他非常清楚这个棋很细啊 说不定他还判断黑棋不好 对 所以呢 寸土必争 拌 拌这个 白棋挡住 嗯 加一下 加一下 它是立 立这个 寸土必争嘛 这棋太细了 这个棋呢 下边一招棋呢 我认为白棋大概就这么一段 你挤完不就是要断吗 嗯 是不是 你就威胁他 让他单关接嘛 人家又不接 你又不断是什么意思呢 就逻辑上说不通啊 嗯 对于你威胁了人家半天 结果人家不听你的 你还是什么动作都没有 所以这个要断 这个断完呢 我觉得这个棋应该是白棋能够小胜 哦 理由在哪呢 现在满世界胜的棺子都是两目左右的棺子 嗯 这一段你必须要做活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一斑呢 是可以刮一点棺子的 嗯 哎 给大家看看 你只能走这个 嗯 这一斑你是不能动 因为他一吃先手 这一斑不能动 你走这一打 整块这块棋要死 所以一冲 你一打 再一斑 那么几乎只能拐 拐 你拐它再一接 你只能吃 它一接 你只能任何方式补 这棋黑棋还很苦 是吧 嗯 那么他这个冲是先手 他吃呢 呃 现在这个棋我看看 瞧 这不是死了吗 这个 倒是死不了 啊 这个棋倒是死不了 没错 它妙手活棋 你分断它一肩 妙手 是吧 刚好能活 刚好能活 但是这个棺子也瘦了 还有另外一个成员 劫才多了 哦 劫才多了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千米之外 还有一个这个 哦 白棋还可以 它自己这块棋它不活了 自瞎式 我一定要把这棋木棋给你守住 嗯 那么怎么样决定这刀棋的好坏呢 嗯 就是劫才 是 谁劫才多 谁厉害 因此呢 我觉得白棋如果这个一段呢 应该是白棋会胜 嗯 啊 我们还有没有时间接着再看一点 啊 我们还可以再稍微总结一下这盘棋 总结一下啊 这个就故事太多了 行 我觉得那差不多了啊 嗯 因为后边还有好多招法 陈耀业到最后一刻都还有苏奇的危险 就是只要朴永迅敢于把炸药包一点 嗯 一打吃 但双方啊 那会儿都读秒读到最后昏天黑地可能是有点够呛了啊 最终呢 一刻要争胜负 左上角那个结 要引爆 是一个白棋必须拼的 他也不一定赢 但是他必须要拼 嗯 朴永迅呢 后来大概就是觉得也也没有怎么弄得很清楚啊 也有可能啊 最后呢 就一物战绩 最后陈耀业也不赢了 总的来说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 这盘棋没有我们大家看得很多的 一看那种棋就要说 哎呀 精彩分尘 啊 血气方刚 就这样的感觉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大杀大坎心的 对 它不是民战 它是暗战 嗯 它不是热战 它是冷战 而我觉得这样另外一种画面来展示围棋呢 很好 恰恰跟这两位啊 他们的棋风呢 原本的棋风还是很接近的 嗯 不光是 冲冲冲刺刀剑红啊 冲冲冲杀啊 刺刀剑红 不光是这个 从黑棋这个大赵开始 双方在这一代的这个推手啊 太极推手啊 嗯 很有意思 此外呢 有几招棋希望大家留有印象 陈南我们总结一下啊 嗯 这个流行定式的黑棋的单力 希望大家留下印象 是 就是白棋家的时候 黑棋单力这个特效印象 具体招法还有第二号 就这个地方的二路先露 问他印手 然后再决定我是进脚还是跳风 嗯 好 呃 此外就是右上脚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建议陈九段 是不是把枪口抬高一寸 撑满一点 撑满一点 嗯 故意露出一个让你来穿向眼的缝隙 这叫脱刀剑 嗯 欢迎他来 然后对他有威胁 嗯 呃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欣赏到这 最终持要业是2比1战胜 朴永迅为中国队9比8 在这项赛事中首次实现了反超 嗯 好 那这番题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文明的娜娜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奇迷朋友的收看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